平川说冷静,天天聊不瘦,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小KK的非主流对抗 感觉他兽足的非主流玩的也是相当的精彩 好,喜欢的朋友记得先点一部关注 我们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地图选择的是TS 一张比较大的EV地图 出生在地图右下角是蓝色的兽足ID叫小KK,K神 小KK的话这是对于游戏的理解非常的深 尤其是很多小细节 这方面的话体现在他的2v2非常的强 2v2的话还是比较讲究战术的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左上角 红色的亡灵ID叫我绝不共享 嗯,他其实是非属啊 是Ted直播间一个非常资深的水友啊 有一阵子的话他和Ted打的也是有来有回 实力还是很不错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亡灵这边首发的是地穴领主 小强,这个英雄那应该是一个开矿的打法 其实任何种族在TS这张地图都会忍不住开矿 这个矿离得近,点又多 好,我们看一下小KK的一个选择 果然又是选择牛投人球掌 对于小KK来说,打天梯当然一方面也是为了直播效果 他比较喜欢用小歪或者是老牛的一个首发 先知还有健身的首发倒是比较少一点 好,这一局又是老牛 老牛的话在这张地图也是非常多的练节细节 主要还是勾闪电队 这个商店造在这里,然后再出一个大机 老牛站在中间放个冲击波 那其实直接就可以勾到闪电队 这张地图可以,这个点可以勾闪电队 那这个点也可以勾闪电队,很多点都可以勾 好,看一下这边双英雄走出祭坛 这里卖TP啊,买了两个,买了两个腐蚀之地 这边老牛的话勾个闪电队 成功勾到啊,然后往中间一冲 这个电队四个怪一起掉血 相当舒服 好,我们看一下亡灵 这边的话,这边小强 那主要还是先招点骷髅 招骷髅,招小甲虫 然后开练了啊,腐蚀之地一放 这边部队的话血量会恢复的稍微的快一点 兽足这里已经练完了 哇,这个点练的是相当的快啊 开紧一个大物理 加上一个敏捷加三的血 我们看一下这一边能搞一个什么好的道具啊 小强的话 现在一技能生的是小甲虫 小甲虫骷髅各种招 部队是越打越多 看一下这个四级的一个牧师倒下 打的是一个指环加四 那指环加四 那小强的话护价相当的高啊 好,练完这个点 小强也到了二级 我们看一下老牛的话也是二级 老牛过来再练一下自己的分框 分框练完的话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小强第二个点 好,还是练一下这边的一个狗头人 亡灵的话 现在主要还是等自己的这个塔好 塔好之后造个矿盖子 这边老牛先练狗头人好,再练这个分框 这边练狗头人练的效率也是相当高啊 就是把这个吊宝的怪最大的怪练完 其他小怪不管啊 这个小怪的话实在是等级太低,经验值太低了 好,这里开始练这个四级怪嘛 看一下上来先把牧师给搞掉 这边亡灵 第三个点练分框 练商店 练完这个点的话马上也到三级了 双方的话都是找机会速电三级 三级之后就有一定的进攻能力 这样地图考虑到比较好开分框 所以大家的话到三级都是往对方的分框侦查一下 老牛现在是一个回二戒指啊 刚才大无敌的话是卖掉了 那这边回二戒指到手 老牛的话血量会恢复比较的快一点 力量之数 直接加 吃掉 找机会去进攻一波了 这里小强也是到了三级啊 加我的公爪 双方都往中间来靠了 老牛的话找机会防冲击波 二级冲击波进攻能力还是比较的强啊 我们看一下人口 受阻现在是34 亡灵是33 三十 双方人口差不多 这边骷髅侦查到了 小强还要练吗 小强还是要练 相当的自信啊 受阻的话 二本省了三分之二 现在一直在出大技 无大技还不够啊 家里还在出 大技这边 看一下暂时是没有深攻防的 过来一看 来得巧 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上来的话 刚好矿盖子还没好 见面先来一发冲击波 小师生你敢凶吗 再来一发你就倒下了 小强这边练了一半 赶紧过来回救一下 再回救分矿就没了 王林选择开矿 其实风险也很大啊 这矿一下子没开出来 对自己的节奏的话 就非常的难受了 看样子 这个矿盖子还是起不来了 小强一发戳 受阻全部队全中 全中问题不大 老牛再找个好地方 冲击波一冲 哇 那打了差不多之后 可以交个回程了 这里小狗残血 往后撤一波 这里赶紧走 带着残血的大技 这里波的话 大技好像一个也没死 哇 相当舒爽啊 大技一个没死 回家补一波状态 老牛看看是先进攻 还是先骚扰一波 分矿可以练 这个商店可以练一下 练完之后 买个裙补之类的 小强这个点还得继续练 也怪的话继续隐身 分矿这里应该先是一个冰塔吧 然后这些建筑要造的分散一点 因为知道老牛是冲击波的话 建筑分散一下 这样对方一个冲击波 冲不到很多建筑 看一下老牛这里能打一个什么好装备 打了个幻象全杖 也可以啊 现在的话老牛对亡灵的话压力比较的大 你放一个幻象过去对方估计会吓一跳 这里打了一个吹风 这边看一下幻象走的比较的快一点 真身在后面给自己大部队补一下状态 哇八个大技加上一个老牛 这个部队浩浩荡荡往前冲 这边的话老牛哎 被野怪被这边的小甲虫看见了 这里疯狂操作为啥 可惜是个幻象啊 然后真的大部队就往这边走了 哇这一集打的有点像智商局啊 一个幻象骗了对方的很多的操作 关键还是时间 然后大部队来了啊 这一波老牛还是有TP的 这里看一下多个大技啊 123456788个大技 加上一个老牛 哇这个框还没开出来 这一局亡灵很伤 练一半赶紧回救 一个重击波 四个小时生全中 然后四个大技追着一个塔来到 四个大技 老牛一个人主攻这个矿盖子 矿盖子造好了 老牛冲击波 打这边的小时生 小时生又倒下一片 这边的话打到了四级老牛了 四级老牛 这里先把塔给处理掉 然后再处理一下矿盖子 亡灵回防了 哎 吹风 把老牛吹起来 都是那么多大技 有点处理不了 而且大技的话 升好了这个防 升了一防 这边还是要拆掉 哇这一局亡灵的话 相当难受啊 分矿造了两次 没有成功 关键每次都被打退啊 这个资源亏的就有点大了 打到现在 八分钟 亡灵的话 还是一本 这边受阻 二本已经升好了 二本升好 暂时没有放下二本建筑 这里继续升护甲 老牛 又是一个幻象啊 又是一个幻象走在前面 信一下对方注意力 这一波 这看一下 自身的话 身上还有一个幻象可以用啊 这里大技就有十个了 继续去练集 练完这个点的话 老牛四级大半 然后再练一个点 马上到五级了 五级之后三级冲击波 亡灵 这是第三次放矿盖子 同时小乔也是在疯狂的不等级啊 小乔的小马是我到五级之后 三级冲 到时候让你啊 教你做人 这里牛头人 看一下 这个点又可以练 哎 拉了个小骨弓 可以的 反正这个矿是不能开的 这个矿的话 很容易被对方发现啊 这里造一根塔 这个点练完可以考虑开个矿 是吧 舍尽求远 对方可能就发现不了了 老牛练完这里 打了个治疗守卫 哇 nice 刚好部队状态不是特别好啊 都练几个点 治疗守卫一差 这里小强的话 不太敢离自己的半场太远 要离这近一点 先把小点给收割一下 后面方便回防 牛头人 看一下 这里的话 插个治疗守卫练起来 那是相当的舒爽啊 列完这个点 幻象用掉 然后拿一下这个五级怪的装备 看一下 能 哎 一个吼叫 也可以 幻象继续去侦查 真身 在这里五级了 打了个吼叫 后面吼叫一开 果然 亡灵的话 第一时间还是侦查这个点啊 那这边这个 那个小口关 可以开一下这个框了 好 大部队双方见面了 老牛过来 这边亡灵一看 这双方 无论是英雄等级 还是部队的一个数量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老牛一看 哎你回分框是吧 好的 我去你主框 啊 刚好你在升二本的时候 我就过来进攻了 亡灵把所有的资源 全部投入到分框防守 结果主框空虚啊 哇 一个冲击波 两个塔 顿时掉了一半的血 大技 升好了两防 继续往前冲 哇 感觉这 小KK 这套战术打亡灵的话 胜利是相当的高啊 之前的话 他打卢西佛啊 也是 当年呢 是吧 四大鬼王之一的卢西佛啊 用这套战术也赢了啊 真的是相当猛 好 大技轮番 拿着大斧头 砍呀砍 这里奥本直接取消 又一个冲击波 哇 这个亡灵 主框基地掉掉 这边塔的话也要掉 你呦 美中部则是没有弹群补啊 好 这 直接回程了啊 血量打了差不多回程 大技的话好像死了一两个 123456789 大技应该是死了一两个 这里的话继续开矿 这里也开 两个矿一起开 总是能乘一个吧 小强身上有个一人面杖 啊 现在赶紧赶紧去进攻 分框这里的话 哇 很讲究了 这个塔造的非常的分散 然后补了两个大目的 那现在小甲冲也知道了 老牛的真身在这 老牛又带了一个回程啊 又开始去冲了 这一局的话 这一局小KK 这一局小KK对大技的保护 比较做的比较好啊 有些局他可能大技就直接送掉啊 把老牛等级送上去就可以了 现在小强连完这个点 哎 马上到五级了 好的我也五级 你也五级 大家都是五级 而且都是比较肉的英雄 上来 哇 这一波的话又开始拆了啊 听说你要多多造点大目的给我拆 这里亡林的话 部队状态不是特别好 老牛找个好机会 冲一波 好 小强这个戳戳的也很不错 但亡林有一个尴尬的地方 就是自己没有二倍啊 买不了蓝瓶 这里用抽蓝棒 抽了一下老牛 老牛说随便你抽 我身上还有蓝瓶呢 我有一个冰塔 又处理掉了 大技往前冲 那这一波大技死的数量会有点多 好 又一个冲击波 一排小时身倒下 又开始拆建筑了 这里小强 身上的话 这个抽蓝棒已经用完了 老牛 我反向 又是一个冲击波 好 这一波大技死的数量有点多 但是很可能把老牛送到六级 六级老牛 那接下来就不得了了呀 好 老牛冲一波 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 回家 走了之后 好 小弟们送大哥一城 反正是满血满蓝复活 可以省一个药膏 满血满蓝复活 好 这个分框再开 这个分框再开 一口气开两个分框 然后又去拆 哇 这个战术的话 感觉比狼气拆建筑还猛啊 老牛 哎 这一波牛头人没有带回神 可以直接去对方这边商店买一下 王林 大部队开始过来了 王林说我不能够被动阿打 要主动进攻 分框这一波拆的话也是很难受啊 这没有农民了吗 好 这里还留了一个建筑 还留了一个大墓地 大墓地好 之后可以补农民 现在农民全部死光了 好 这里还有一个大墓地 我们看一下人口方面 亡林好吧 卡人口了 卡人口 好 大墓地好了之后可以来 可以补一个小尸身 哇 这波亡林的话 已经快淡尽凉绝了 六级老牛来了来了 这边亡林过来 嘿 拆了一个分框 但是拆完一个 还有一个啊 又来了 这一波一看老牛过来 亡林心都碎了呀 本来农民就没有啊 农民补的还没出来 家里又要被拆了 现在看一下 好 亡林选择对拆 你拆了我一万年 我这一次也要拆你 但是受阻家里的话 生好的这个尖刺障碍 还有城防 就是你这个近战打我的话 会掉血的 这一套战术老牛真的是太舒服了呀 家里防守做了到位 老牛进攻 这个路线也是相当完美 好 可以下小墙 能不能把地方给拆掉 老牛单船回来 想救一个冲击波 这里小苦工修修修 能不能修住 哇 这地洞收出有点高 再加上尖刺障碍 这边亡林的话 部队掉下太快了 一个冲击波 感觉拆不掉了 那亡林心碎了呀 互换家也换不过 哎哎哎 要拆掉拆掉拆掉 哎呦 小苦工就修回来了 这亡林游戏体验极差 拆了半天 对方压一次没拆掉 自己被对方拆了N次 哎呦 再来一个冲击波 小乔要倒下了 批啊 好 游戏可以说 英雄不能死啊 对方眼看自己英雄要死 立马退出游戏 我们恭喜小KK 这一只小KK玩的酥爽 亡林 为亡林默哀一分钟 这游戏玩的真的是难受 好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步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再见